一个故事一部童话 欢迎收看童话故事会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圆缺 今天小编就要带大家来揭秘 月亮殷勤圆缺的由来 静静的湖面上 祖孙三人划着船向前驶来 终于他们停了下来 爷爷拿出一个包裹 递给孙子小强 小强打开后 发现里面是一顶和爸爸爷爷同款的帽子 父亲慈爱的给小强把帽子戴上 然而爷爷却在下一秒把帽颜故意拉高 这样高教的做法让爸爸十分不满意 他再次把帽颜拉了下去 爷爷虽然不满意儿子的做法 但也只好就此作罢 小强看着爸爸醒鼻涕的动作 忍不住模仿了一下 当然爷爷挖耳朵的动作 他也没有放过 可就在小强觉得大无聊的时候 一轮金黄色的月亮缓缓升起 正在小强看得发呆的时候 父亲递给他一个铁毛 小强迷茫地抱着铁毛布置所措 然后父亲从船里拉出了一架天梯 示意小强爬上去 小强把铁毛绑在自己的身上 犹豫地向上爬着 终于 他不负众望地爬到了月球上 天哪 这上面竟然满满都是金黄色发着光的星星 小强在父亲的呼唤下把铁毛固定好 然后他就看到了一枚神奇的流星 落在了月球表面 他轻轻地敲动了一下 星星竟然闪着光给了回应 就在这时 爷爷和爸爸都爬上来了 他们走进小屋里 推出打扫工具 让小强来一起打扫 可爷爷和父亲都争抢着 让小强用自己手中的工具来打扫 两个人谁也不服输 都觉得自己的工具最好 一时间小强也有些不知所措 就在他们争论的时候 突然一个巨大的流星向月球划来 只听砰的一声 几人吓得都躲了起来 当他们再次露出头来时 才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星星 怎么才能把它给清理掉呢 无论是爷爷的老式调肘 还是父亲的现代化扫帚 对于这个巨大的流星来说 都完全没有作用 小强跑上去 轻轻摸了一下流星 他若有所思地回到了工具车内 拿了一个锤子过来 下一秒 他在父亲和爷爷震静的眼神中 爬到了星星的顶上 只见他用锤子轻轻地敲了一下流星 这颗巨大的星星 就变成了无数个小星星 落在了月球表面 父亲和爷爷也终于明白了 小强有自己的想法 他们不再强求孩子 能够尊崇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工作 最终祖孙三人都用自己的办法 打扫了月球 现在的月亮已经是个月牙了 忙碌完后 他们爬下天梯再次回到了小船里 等待着下一次的阴晴圆缺 故事最后小编想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然而父辈的人 总希望能够把自己身上的经验 传递下来 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一个艺术家 他们有足够的能力 能够让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 也许放开手让他们自由发挥 才是我们给他最好的礼物 毕竟人生的每一步 都是要亲自经历才够深刻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 关注留言并加转发哦